在东方卫视花样姐姐的第二季当中啊 虽然挑副李志廷是参与了录制 但是因为当期的原因呢 最终无法和姐姐们一同走到 行程的最后一个目的地 那离别在即了 李志廷心中最舍不得的是谁呢 当然就是他最爱的智琳姐姐 再过几个小时 你就会在那里拍戏了 你会在那个set 在冰岛 因为去南街我去北京 就没有人摸你了 没有人跟你一起睡觉了 由于知道李志廷有戏约在身 不得不提前离开花样姐姐剧组 姐弟们在离别前 特意为他举办了欢送会 将离别的悲伤之情 隐藏在了这场欢声笑语中 为了给大家留下 始终说不出口的离别嘱托 李志廷最终选择 用写信的方式给大家一一留言 小妈 第一次见到你 真没想到我们会那么有默契 有一部戏说 所有的邂逅都是久别重逢 我现在信 与其他姐弟细细地回味不同的是 李志廷写到林志廷时 仅仅用了一句话 志廷 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永远在这里 我志廷 一切尽在不言中 或许说的正是此刻的志廷 志廷两位姐弟了 从花样姐姐第一季 一路走到第二季 他们的感情比旁人更加浓厚 驱选择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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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途中每当林志廷回头 李志廷总会在他身后实时守候 太疯狂了 而当弟弟在最需要照顾的时候 天心的林志廷也会在第一时间送上温暖 他们一个是娱乐圈公认的高情商美女 一个是外人眼中的高颜值才子 单身的两人也一直是抗坑眼中 最能发展出花样恋情的一对 志廷姐姐 人很随和 非常可爱 这是我的妻子 美丽的事情 代训 如今虽然到了不得不说离别的时刻 但是志廷志廷的友谊却未完代训 有弟弟在身边这种感觉很好 就陪伴 娱乐新年地编辑报道